指傲天下 快意恩仇一妙侠 古龙长篇巨著 陆小凤传奇 爱宝良演播 一致千金不敢言 豪赌当场会群衔 尽兴而归 夕阳落 乱花见玉 迷人眼 陆小凤又在找沙曼 他说 这里是五千五百两 五百两熟刀 五千两算利息吧 沙曼说 走吧 五百两的利钱 也有五千两 陆小凤说 反正五百两和一万两 都是一把就数 利钱当然也是一样的 沙曼看着陆小凤 那冷漠的眼睛里 好像有了一点笑意 他说 哼 现在我才知道 你为什么这么穷 像你这样的花钱 怎么会不穷 反正这个钱来的也容易 陆小凤接着说 现在呀 我才知道天下间只怕再也没有 比杀人更容易赚钱的事了 沙曼的脸上又变得冷冷冰冰的全无表情了 他拿出了那把夜狐刀说 你是不是准备用这把刀杀你自己呀 陆小凤立刻摇头说 这把刀 这把刀不行 这把刀上 他有一点骚扰他接着看了看手上的银票 喃喃的说 哎 还了两万零五百 还剩两万九千五 哎呀 银子还没有花光 那就死 哈哈 岂非冤枉 牛肉汤说 那你就快花 陆小凤想了想 又去找小老头说 刚才你说这里有天下最好的酒 只不过是价钱很高 是吗 小老头说 嗯 我还说过 今天你是我的客人 喝酒 免费 哈哈 陆小凤冷笑了一下 接着说 你女儿出钱要杀我 我还喝你的酒 来 来来来 这九千五百两 拿去 我可是要最好的酒 能买多少 就买多少 小胡子忽然笑了说 啊 哈哈 可又花了九千五了 好像还剩两万呢 陆小凤说 那刚才你输了多少 小胡子说 我可是大赢家 陆小凤说 我们再来赌一把怎么样 啊 索性输光了 反而痛快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 牛肉汤也冷冷地说 他呀 他不但痛快 而且很快就要痛 不论是抹脖子还是砍脑袋 那都很痛的 陆小凤说 啊 我倒知道有一种死法 那一点都不痛 怎么死 啊 哼 输死啊 骰子 又摆在了碗里 酒也送来了 整整十大滩酒 有女儿红 还有竹叶青 九千五百两 买了十滩酒 这价钱未免太贵了一些 而陆小凤却不在乎 他先开了一滩竹叶青 对着嘴就灌下了小半滩 大声地说 啊 好酒啊 小胡子笑着说 啊 像这样的牛饮 既然还能分得出酒的好坏 倒也真不容易 陆小凤说 其实啊 我也未必真能分得出 只不过价钱贵的酒 那总归是好的 对吗 好酒 无论喝多少 第二天都不会头痛的 牛肉汤冷冷地说 是 头要是已经掉下来 还管他痛不痛 陆小凤不理他了 拿起了骰子 在碗边敲了敲说 哎哎哎哎哎 你赌多少 小胡子说 嗯 一万两如何 一万两 哈哈 一万两太少了 最好两万 咱们一把剑输赢 小胡子说 好 好的很 就要这样才痛快 小胡子的银票 还没有拿出来 陆小凤的骰子 已经支下去了 在碗里 只滚了两滚 立刻就停住了 三粒骰子 都是六点 庄家统吃 连赶的机会 都没有 陆小凤大笑起来 哈哈 怎么样啊 一个人快死的时候 他 他总会转运的 哈哈 小胡子手里拿着银票 大声地说 可是我的赌注 还没有压下去啊 没关系 我信得过你 反正我已经快死了 你当然绝不会赖 死人的账的吧 小胡子心里 虽然一万个不愿意 嘴里 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陆小凤 拿过他的银票又说 怎么样 还赌吗 小胡子说 赌 赌当然 还是要赌的 只不过这一把 却得让我来做装 行 行啊 大家轮流做装 只要你能 制出个三根六 见钱就吃 用不着客气的 他将刚迎来的 两万两银票 也压下去 笑着说 反正啊 我看你也 制不出三个六 小胡子的眼睛 亮了 他一把抓起了 骰子 却回头去问 站在他身旁的 白发老学旧 嗯 你看 你看我这把 能不能制得出 三个六呢 白发老人微笑着说 我看 应该制得出 若是制不出 那可是怪事了 小胡子精神抖擞 大喝一声 那骰子 一落在碗里 就已经看得出 前面都是六点 谁知 其中却有一粒 骰子突然跳起来 在空中打了一个转 又弹起了好几尺 落下来的时候 他竟然就变成了 一堆粉末 碗里的骰子 已经停下来了 那正是两个六点 那正是两个六点 陆小凤忽然问 沙曼 哎 哎 两个六点 两个六点 再加上一个点 嗯 那是几点呢 沙曼说 还是一点 因为最后一粒骰子的点数 那才算真正的点数 陆小凤说 呃 最后一粒骰子 它要是没有点呢 没有点 就是没有点 哦 那是没有点到 还是一点大 当然是一点大 哦 既然连一点都比没有点大 那庄家制出个没有点来 怎么办呢 沙曼说 庄家 痛 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三十年 风水轮流转 想不到啊 你这次也制出个 没有点 小胡子一句话都不说了 他立刻赔了他四万两 然后把碗推给陆小凤说 这次又轮到你做庄了 只希望你 不要再制出个没有点 他嘴里虽然怎么说 心里却在想 哼 这次你制的 不是没有点才怪 别人的想法 当然也跟他一样 就算陆小凤换上三粒铁打的骰子 他们要捏碎其中的一粒 那也比 你只蚂蚁还方便 赌钱弄滚 那本是偷偷摸摸 见不得人的事 现在却好像已经变得光明正大 那白发苍苍的老学鸠 抢着就先压了三万两 说 哎呀 可惜啊 庄家的赌本只有八万呢 小胡子说 哎哎哎哎 慢着 我是输家 他赔完了我的 你们那才有分 他们已经把身上的银票 全都掏出来了 一个人压得已经不止八万两 这一把 除非他没有输赢 才能够轮得到别人 可是大家都看准 这个陆小凤 这一把那是非输不可的 那个老学鸠叹了一口气说 哎 看来我们这一把 那只有喝汤了 轮到要赔自己的时候 庄家无钱可赔 这就叫做喝汤 在赌徒们的眼中看来 天下只怕没有 再比喝汤更倒霉的事 他正想把三万脸收回来 突然一个人说 这一把我帮撞啊 有多少只管压上来 捅杀 捅赔 说话的竟然是那个小老头 他把手里拿着的一大落银票 啪 摔在了陆小凤的面前说 这里有 一百三十五万两 就算我借给你的 不够 啊 还有 要多少 有多少 陆小凤又惊又喜说 嗯 哈哈 啊 你几时变得这么大方了 哈哈哈哈 啊 你借钱不但信用好 你付的利息还高 我不借给你 借给谁 陆小凤说 啊 那这一把我要是输了 人又死了 你到哪里去要摘啊 小老头说 哎 无论做什么生意 那都得担心风险的 牛肉堂说 这一次的风险未免太大了 只怕要血本乌龟了 小老头淡淡的说 哎 哎哎哎 我的银子早已经多得要发霉了 就算真的是血本乌龟 没关系 没关系 哈哈 毒本骤然之间就增加了一百三十五万两 不但陆小凤精神大振 别的人更是没看眼效 就好像已经将这叠银票 看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七八只手一起伸出来 金珠银票立刻就压满了一桌子 算算至少已经有百八万两了 旁边的一个纸匣子 整整齐齐的摆着几十粒还没有用过的骰子 陆小凤抓起了三颗 正要治下去 忽然摇了摇头 喃喃的说 嗯 嗯 这里的骰子 有点邪魔 啊 呵呵 就像跳槽一样 无缘无故的就会跳起来 再大的点子 也禁不住 他这么一跳啊 我可得想法子才好啊 说着 陆小凤就从后边拿起了个金杯 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右手的骰子置下去 左手的金杯也盖了下去 只听骰子在金杯下边咕噜噜的响 陆小凤说 嗯 这次看你还跳 跳得起来吗 哈哈哈哈 老学舅 小胡子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没有提防陆小凤的 这一招 等到金杯掀起 三粒骰子已经停下来 果然 又是三个六点 陆小凤大笑 三六一十八 捅杀 七个字说完 那桌上的金珠银票 已经全被陆小凤 扫过去了 小胡子叹了一口气 苦笑着说 这一次你倒真的同杀了 我连本带利 已经被你杀得干干净净了 陆小凤说 哎哎哎 有赌就不算收嘛 再来 小胡子又叹了一口气 今天我们连赌本都没有了 怎么赌 他用眼角瞄着陆小凤 那叹气的声音 也特别的重 虽然没有说下去 意思却已经很明显了 一个像陆小凤 这样慷慨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那本该把赢的钱拿出来 每个人借一点 让大家可以继续的赌下去 谁知陆小凤却完全不通气 他一把扫光了桌上的银票 立刻站起来笑着说 好啊 好啊 今天不赌 还有明天吗 哈哈 谁要我不死 你们总有机会翻本的 你要死了呢 我 我要死了 这些银票只怕就得跟我 进棺材了 说着陆小凤抽出了 一百四十万两 还给了小老头 算算 自己还剩下九十多万两 小老头没开眼笑 一下子就赚了五万两 这种生意下次还可以做 陆小凤把剩下的银票 又数了一遍 忽然问 你若有了九十三万 哎 你还肯不肯 再为五万两银子杀人 小老头说 那就得看杀的是谁 杀的要是你自己呢 哦 这种事谁也不会干 所以呀 哈哈 我也 不会干 他又将已经准备好的一张五万两的银票 还给了牛肉汤 哈哈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陆小凤的人就已经到了桥头了 他大声笑着说 不管你们是想要我的钱还是要我的命 随时都可以找得到的 反正我也跑不了 这句话说完 陆小凤早已经钻入了花丛 连看都看不见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陆小凤扬长而去 居然都没有阻拦 夕阳满天 百花灿烂 陆小凤的心里实在是愉快得很啊 不管怎么样 今天他总算还是满载而归了 至于以后别人是不是还会去找他 他是不是能跑得了 那已经都是以后的事了 就算吃烙饼 都难免会被噎死的 以后的事 谁管得了那么多 他本已看准了出路 可是在花丛中七转八转转了十来个圈子 那还是没有找到他进来的那条花径 抬头一看 暮色却已经很深了 夕阳早已经隐没在西山后 山谷里一片黑暗 连刚才那九区桥都找不着了 陆小凤停下来 顶了顶神 认准了一个方向 又走了半个时辰 还是在花丛里 月上花丛四面一看 花丛外 还是花 除了花之外 什么都看不见 就连花影 都已经逐渐的摸晃 这个山谷里竟然连一点灯光都没有 也没有星光 月色 花气息人 虽然芬芳甜美 可是陆小凤已经被熏得连头 都有点发晕了 怎么 这个地方的人晚上难道连灯都不点吗 如果就这样 从花丛中一路掠过去 那其非等于盲人骑虾马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下子掉进陷阱 那死了也是白死的 无论谁都应该看得出 这个地方 那绝不是随便让人来去自如的 他要走 别人就让他走 那也许只不过因为别人早就算准 他根本走不了 这个地方的人 除了那个小老头 每个人呢 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却偏偏都从来没有在江湖中露个面 就算他们在江湖中走动过 一定也没有人能够看得出他们的武功来 露小凤的眼里呢 那一向是不错的 可是这一次他遇见牛肉汤的时候 就看走了眼呢 那独眼的老渔翁和那个马脸的人 很可能那都是死在牛肉汤的手下的 马脸人死在海水里之后 露小凤去洗澡的时候 牛肉汤起飞也正好在那里洗澡呢 老狐狸的船随时都能要走 船上的人就算有空下来溜溜 也绝不会在那个时候去洗澡的 除非他恰巧刚在海水里杀过人 那独眼的老渔人淹死的时候 也恰巧只有牛肉汤有机会去杀人 露小凤现在虽然总算已经明白了很多事 却还是有很多事不明白 牛肉汤为什么要杀那两个人 那两个人为什么要暗算岳阳 岳阳和牛肉汤之间又有什么关系 又怎么会知道老狐狸的那条船 他一定就会翻 露小凤叹了一口气 他只觉得武当山后山的 那柴房里的烟萝卜的味道 都比这里的花香好闻 灵溪神志傲天下 快遇恩仇一妙侠 他是谁啊 他叫陆小凤 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 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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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